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音乐 我们讲主耶稣圣明 我们毕竟地区之为 我们继续跟 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么用服事 那么这样当成是一个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轴 我们再来谈到第五个重点 那么在第五个重点当中 小弟在讲义上面有提到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服事的工作上 那么在精神层面 服事的精神上 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要求跟勉励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从十四节以下的经文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 他用一个叫做按财干受责任 那么这样子的比喻讲到零五千 零两千 那么零一千 那当然从我们的这个真理的认输当中 神给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 好像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所提到的 有眼睛的恩赐 那么有手的功能性 等等耳朵嘴巴 那这一些配合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 所以一个完整的教会 有神给 有神在这间教会 那么按照圣灵 他分配各种不同的恩赐 那么给教会里面在座服事的 那么神的工人 所以这个零五千 零两千 零一千的 那么大概是提到说恩赐各有不同 那这个零五千的 我们看这个二十五章的十六节 这个零五千 他的工作的精神 我现在谈的是工作的精神 服事的精神 十六节里面提到说 随即拿去做买卖 麻生就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态度 还有他的积极性 都是非常好的 接受到神给他的工作的讯息之后 那他就放在他的心上 然后马上就去执行这一件工作 也许不是动作上的执行 但最少我会认为 他脑袋里面已经开始在运转 我怎么去把这一件神托户 给我的工作 我把它做好 那你看这个零两千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十七节 说那零两千的也照样 我强调的是照样 零五千的是随即 那么零两千的是照样 也照样赚了两千 就是按照零五千的 这一个工人 他的脚步 他马上也跟进 那么学习他揣谋 然后我一样 虽然恩资没有很多 但是我也能够为神来成就 我该尽的恩资 所以后来你看到 那么这个零五千的跟零两千的 我们的神对他们的评仪 21节这个是零五千的评仪 那么再来是这个23节 零两千的评仪 就是评价都一样 一模一样 我们神对他们所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个零一千的 那这个零一千的 我们从十八节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零一千的 他不是随即 也不是照样 他有他个人的想法 跟他个人的一个什么 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定 所以圣经记载说 去绝开地 然后把恩资埋起来了 那这个零一千的 我从圣经所记录的 提供神提供给我们的经文的记录当中 我在思考 因为这个零一千的最后 他的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他的结局 他的结局有三个 我们的神对这个零一千的 这个仆人 我们第一个先来看到二十六节 那二十六节 我们的神对这个零一千的仆人 讲到说 你这个是又恶又难 所以一个是恶 那么另外一个是难 那第三个评语是三十节里面的 叫无用的仆人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陆家福音十七章 第十节说做完了圣工 做完了工作 你们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那个意义角度完全不一样 香港的香很香 你用台湾的讨论吗 香港的香很香 一样都是香 对不对 打出来都不一样 意义也不一样 好 那大家明白我要表达什么吗 都是讲无用的仆人 但是用在不同的角度上 那个意义角度全然都不一样 好 我先来谈一下 第一个评语叫做恶 恶是六节 那这个恶 我现在都要从这个言文的角度 去做这个字意的一个解释 我们的神对这个领一千的说 你这个是恶 所谓的恶就是说 没有价值的低贱 是一种堕落性的邪恶 隔开头 它不是浪费 连一毛钱都没有浪费 对不对 有的去买菜 他就买525块 回来 525块 干脆補550块 整数 比较好 那就贪了 对不对 他连一毛钱都不敢贪 不敢浪费 是不是这样 那我现在强调的是 我们的神对这种仆人 他说 这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低贱 也能低贱实在很胖一天 下贱更难听 我们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神经骂人下贱 那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 我们大家 找一下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 第二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 这个不禁止的仆人 我们的神说 你会被人看为下贱 这是很难听的 很难听的既贱 那马拉基书第二章 那这里 这里的恶是低贱 因为叫低贱 是没有价值的低贱 而且是一种在堕落当中产生的一种邪恶 那你去揣摩 到底我们的神要表达什么呢 我记得我们的神是责备这一个灵一千的 惊到你实在我眼睛 好像挑到犹大 还是把耶稣卖掉 那这个第二个评语叫做懒 那这个懒 它的原文叫做说 懒散 怠惰 退缩 你属在书 非常的懒散 不经心 马马虎虎 敷衍了述 怠惰 可以做 你不做 这叫怠惰 不是 不是你没有恩书 我有给你恩书 你是可以做的 可是你知道怎么样 怠惰 怠惰就是说 烂 不想要做 然后再来 退缩 那是讲到 没有积极的态度 没有积极的态度 连消极的都谈不上 我就是不动如山 请问是 学如逆水行走 再来怎么接 是不退则进 不进则退 跟我认识 怎么没什么 不退则进 是你对我对 那我为什么会问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净足点 我没有进步 但是我也没有退步 你能说我错吗 你敢不敢说我不对 好 说处理一下 我去一间教会 有一个爸爸来找我 我说 团堂 我那个儿子你留下室给他教 我去保识 不知道要怎么说 我说什么事 做什么事 他说全班38个 他第一次其中考 考第三十七名 我回到红灰头就有到 你 38的你给我抠 37名 没有了 你想你偷偷 那他这个儿子说 爸爸 你这样凶我没有意思 人家都在补习 我没有在补习 我这次考树就是让你注意到说 你儿子就这样而已 不然你要叫我怎么 不然你要叫我怎么 你跟我说 你现在大声大声 我告诉你 我就这样而已 大家都在保识 我已经塑在起跑点上面了 他们把他说 好 开始给你保识 补三科 很辛苦的 那么开车送他到城市 因为那个是比较乡下型的教会 中南区的 送到嘉义室去补习 补三科 好 第二次集中考 怎么样 又是第三次期明 先这段时间 他老板现在 你说 你塑在起跑点要补习 我现在让你去补习了 你到底是读到哪里去 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时间 又是37名 他儿子说 爸爸 大家都在补习 我没有比别人更突出 对不对 大家都有你保 只要我你保 我都靠这条身材 这样你打美就有力了 对不对 大家挑战都一样 你生我的 老板就这样而已 不然你是要叫我怎么 是你不对 我不对 再来 我没有退步吗 爸爸请问我有退步吗 有没有退步 退步就这样 前班最后一名 他说我没有退步 所以不退则进 你怎么可以一直这样骂我 所以我才问大家说学如逆水行走 那怎么样 退则进 我没有退步 我没有退步就算进步 你这样骂人不应该的 这可能有浪费一毛钱吗 不要说赚一毛钱 我有浪费一毛钱吗 那是竞逐点 你给我一千 我给你一千 对不对 你能够说我不好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错的 至少没有浪费省的钱 那我们的省说 什么 又二再来又懒 这个懒就是带动 退缩懒散 第二个评语 这个不退则进 他的角度是这样 那其实应该是不进则退才对 那再来第三个 无用的仆人 那这个无用的仆人就是 没有价值的不值得 没有价值的什么 没有价值的不值得 那我们想问 算到这个事实就有头疼 那后来这一个人 这个仆人是没有得救了 我们在深宣 我们上课的主导老师 问我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很认真聚会 很认真祷告 很认真读圣经 但是就是不做圣工 请问可不可以得救 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 主会来 认真经有啊 在家里的认真经啊 祈祷有啊 我也有在祈祷啊 有时间我就祈祷啊 就没时间做圣工 还是我就恩赎 真买的我心里说 我就没什么恩赎 好做圣工 我很忙啊 没有办法 我没有恩赎啦 我真的实在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做圣工 可以得救吗 从这个经文 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 不能得救 没得救 我看一看 因为这个无用的仆人 是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 哀哭怯耻 他没有得救 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一个灵一千的仆人 我觉得他的灵修做得还不错 我们来看二十数节 那灵一千的时候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这个忍心他的英文叫做 苛薄 尖酸 苛刻 严苛 文文的主意是这样 那你说他对主人不认输吗 我们这个主人实在是 有得欺负的主人 有得厉害的主人 你说他没有在灵修吗 对不对 他也是懂得基本的 这个主人的脾气个性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没有中的地方要说 没有善的地方要剧练 第二个 他有浪费一毛钱吗 我们不要说 多贪一毛钱 我们讲不浪费 最消极最底线 没有啊 你一千给我 我又一千行李 神家的资源 他也没有浪费 是不是 没有据为私人己用 没有私用 教会做圣工 如果这个私产生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 第五章 这个私产生 在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神动大手术 所以夫妻都数掉 所以教会的圣工 不要有私心在里面 达到我个人什么样的目的 拿教会什么样的资源 变成我个人来使用 这个是不行的 不好的 那第二个杀手 就是怨言 使徒行传第六章 发妄言 情绪不满 不是合理的建议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那怨言一产生 那我们教会的行政跟宣慕 我们的神就把它分开了 所以选了七个知识 管理教会的范食 然后彼得说 我们就专心以祷告跟传道为事 那就分成两个教会的系统 所以这个私心跟怨言 都是很麻烦的问题 那最少这个仆人没有苏心 因为他一毛钱都没有 花在自己的身上 原封不动还给神 这个灵修已经我觉得也可以了 还可以了 那我们的神怎么讲呢 26节我们的神 26节跟27节说 罗马时代 因为这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 那罗马帝国的时代 他们的这个正常的银行利是八分利 八分利 八分利 不是八十分 八分利 一百块可以升八块钱的利息 八分利 他们是这样计算的 罗马帝国当属他们的 这个银钱之间的利息 最基本的是这样 那可能有更高的 我们的神说 你平平要买 不然你也去买银行 是不是 挖土把它买起来 那放银行 不是可以多少 生一点利息吗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神要求的 我们一个要做服务的仆人 我们的神要求的是什么 是积极的态度 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这个灵一千的 它是消极性的 消极性的 那我们的神要的是 希望你在做圣工的时候 那一种积极性的主动性 要能够产生出来 不必要再三一直跟你提醒 不必要说 我不精心 然后我把这个功过给忘记了 太忙了 对不起 虽然一直对不起 但是工作毕竟还是舒服掉了 我们要有一个 很积极做圣工的态度 那我最近这几年 比较有跑这个 比较有跑这个原住民的教会 前几年 大概两三年前 我还在这个制度里面 服务的时候 那么被安排到这个三仙教会 去协助灵恩布道会 那么总是有很多属性 能够跟这些老前辈 聊一聊以前他们的信仰状态 那三仙教会 如果大家去过的话 我觉得这个教会 刚好就在海边 所以你站在教会 就可以看到海边 那教会的规模也相当不错 我说你们这个会堂 当初是什么 建起来的 那在沟通交谈当中 有一个老弟兄 他就这么说 他说 因为一个人的积极的态度 积取前教会 大家都一起来做建堂的工作 所以他们省了很多工钱 那材料有时候是就地取材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有一个七十岁出头的一个老姐妹 眼睛失明 那当初他们的钱 因为这个旧的会堂 我也曾经去过一次 那个旧会堂是很简陋 而且小小的 那教会人数 因为神的灵动光 教会人数一时增多 所以三仙教会 有一段时间 他的人数在 在这个东部地区 他是排在第三位 大概就是成功教会人最多 再来是中式教会 那再来就是三仙教会 台东东光那个时候 人数都没有他那么多 那现在当然是 很多年轻人外移到平地 所以他剩下老弱父祖在那一边 那教会人数增多 神的灵动光 容纳不下 就说好建堂 那建堂呢 建堂我们这边能就地取材的 能够去搬书头的 就开车子搬书头 能够去那个 去后面挑杀的 就用这个本机 然后去后面挑杀 所以你一定要买 那这个老姐妹 她眼睛书名 她说我要做圣工 眼睛书名怎么做圣工 没有关系 我教会离海边很近 我可以去挑杀 我可以用本机去挑杀 那我用一条书巾 一条书巾绑住我的腰部 然后前面是一个五岁的小孙女 她的小孙女 也绑在她的腰部 然后这个小孙女 在前面走 这个七十岁的阿嬷 拿本机挑杀 一旦一旦挑去 放在教会的工地上 她说 我们看到这个老阿嬷 眼睛书名 又这么积极 去做服势的工作 谁敢偷懒 请问谁敢偷懒 偷懒就没有良心 对不起神 这个老前辈是这样跟我讲 所以当初他们是整教会动员 整教会动员 省了很多的工钱 不必请人家来 那讲这些都让我们 感觉到内心真的蛮感动 我们讲动容 我们真的 真一书家的弟弟兄姐妹 有蛮多人 他们是非常爱神的 比如说有一次 我到国外去协助圣工 那么也在讲这个福音步道这方面的这些道理 一起分享 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对不对 像我现在说自己的嘴角担保 我也自己在书口 当然我不知道做多少 能够起来到腰树心颇 像他说的都不能做 我就会发 所以我是 都有在考虑 也是注意说 会说就会做 不要像发理塞人 不过我发理塞人 我说的你也会听 因为圣经耶稣讲说 他们讲的你们要听 行为不要笑话 他们 那我去那边讲之后 那这个点心时间 差点时间 那他们就跟我讲一个 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被神赐福人数增多其中的一个管道是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我来这边协助圣工 完了我就走了 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 那时候他已经离世不在了 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龙子亚伴的一个信徒 他一出生就是先天性的龙亚人数 他会看手术 他也会点 他不会点出 他会看那个手语 然后他有一点点独存语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一个技能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看别人的嘴唇的形状 他大概可以了解什么意思 那教会里面一讲到这个服事神做圣工 尤其是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不知道神的灵怎么感动他 他这个荣雅的弟兄 他就来教会跟教会表示说 是不是教会能够有传单给他 他想要出去荤花传单 那教会说你也没有办法讲话 人家讲话你也听不见 怎么昏花 那我想一想说 昏花也很简单 就拿给人 人家愿意接受就接受 不愿意接受就拉倒 就给另外的人 可是这个人他到哪里去昏花传单 每天早上六点就到那个地铁站的门口 地铁站 他们每天早上坐地铁上下班的相当多 叫到地铁站的门口 他就站在门口 不是验票 是要进去的人 他就跟他 那就这样 给他一张传单 有人会拿 有人不会拿 六点分到八点 然后他才回去 几乎每天 那后来有一些这个拿到传单的这些外邦人 他们就按照那个传单上面的地址 他们就主动找到教会去 是谁跟你介绍你怎么会来教会 他说这个传单上面 由于你们教会的地址 这个是你在哪里收到的 他说我是被这个人的行为感动 我才来的 一个不会讲话 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 这么热心 要介绍神的救恩给我 那我想说 我就来听听看 我就来找一找这个教会 怎么会有这么热心的信徒 要来传福音 可见这个福音对他来讲 真的很有价值 他认为很重要 所以他们教会有几十个人是这样来的 我在台湾 我就较不客气了 有时候在想到这个事工福音方面的这种投入 大家手快点 大家好手好手 蜜酒金叩叩 胜钢都没要做 都叫他开胶盖 有问题的人来做 蜜酒失明的会去打算 鱼肛听不懂 会到的会去分团团 我们的 好手好手 身体用叩叩 今天来异大世界 做营销灰车 今天民主在来六港吃 阿晋的肉包有够好吃 对不对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 然后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 好 买一只新车 咬一瞬 心肝里面有够借 疼得不得了 那灵魂不能得罪 在家不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我家的新车被刮一痕 心情有很高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是对比的问题 当然我如果这样 我也心情有很高 不是说你们这些 我也会 那有时候我在做思考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灵魂得救 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工上 那到底我们投入精神 我们投入的那个圣工的精神 的那个积极度 到底有没有 这个都是做到我们的思考 因为我们的神 祂要 如果你要做服输的话 那么希望你有一个 非常积极的态度 能够去投入圣工里面 那免得像这个领一千的仆人 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你怎么做什么办事 怎么有犯第二次 怎么有犯第二次 说落地到 落地去犯死罪 你看都没有 他只是消极 不动 懒散怠斗 那结果呢 结果三叔结束 丢在外面黑暗的地方 哀哭怯止 这都是圣经里面 诸多我们去做思考的 所以我在第五点里面 那么我提到的就是 希望我们做圣工的精神 服事的精神 那么是积极的投入 而不是一种消极性的怠惰 我想到第六个重点 那么第六个重点 我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 做圣工 我们的神要求做圣工的人 必须要有圣节 那么这样子的特质 那么有圣节 我们的神才愿意与他同工 在整个圣工的果效上 才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从哪里来读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对不起 使徒行传的十九章 十九章 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 从十三节以下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 那么另外一种人 那么这个就是十四节说 说这个犹太纪书长 斯基瓦的七个儿子 那么这两种人 那么他做了一个 很强烈的对比 保罗他无论走到哪里去 他无论做什么样的圣工 我们都会发现 我们的神都与他同工 我们先不谈工作的果效 到底明显不明显 因为福音的工作 有很多的困难 环境的变化在里面 那最早我们看前面十一节 神借保罗的时候 是神在动工 那保罗主是一个 恩典流通的管道 那么神就跟保罗同工 然后让保罗有很大的 这个什么 行神迹奇述的能力 这个是神同工的一个证明 那现在我们看 看这个 看这个什么 先看十五节 十五节 这个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是谁人 你从十一节以下 你会看到 鬼哪堵到保罗 安专流 咱们会说 膝底我已经酸 如果没得衰 是不是 魔鬼说赶快守 等一下被他奉耶稣的名 一抓我们就被关起来 完蛋了 所有的游戏都不必玩了 对不对 所以十一节以下 是神跟保罗同工 所以他的守经为谨 都能异病甘鬼 那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七个人 他们 他们怎么样 你看这个 先看一下他们的 这个出生来历的背景 十四节 都是犹太纪书长 斯基瓦的七个儿子 身份是犹太人 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 对不对 这七个人 是阿伯拉罕的后代子孙 是犹太人 再来 他的父亲是祭司长 从大卫王朝以后 那么开始有祭司长 这样子的名书 在圣经里面出现 因为这个祭司的后代 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 我们是可以结婚的 像当传道 我也是结婚生孩子 那祭司的后代多的话 后来他们就必须要分班 进去圣殿 会幕里面去做服事的工作 进去圣殿做服事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排班 每一班就有一个带头的人 所以这七个人 他们的身份背景是犹太人 那他们的父亲是祭司长 如果以今天 这个我们和美教会的角度来讲 你不知道我老婆什么人 我老婆叫做柯某某 祭司长 你不知道我老婆什么人 我老婆叫做黄某某 教会的教母 大概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他 祭司长 我带领一个祭司 是带头的人物 那这些人怎么样 这些人 你看这个十三节最后说 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要为人赶鬼 对不对 那我要先讲一个背景 在耶稣的那一个时代 我们的耶稣不反对人 可以用他的名为人赶鬼 那背景是在 马可福音九章 三十八节以下的经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简单讲 那电脑也帮忙 把这个经文打出来 383940 马可福音九章 耶稣的使徒耶稣 他看到有一个人 不跟从耶稣 可是这个人竟然奉耶稣的名 在为人赶鬼 所以耶稣就禁止他 不信耶稣 没有要跟队耶稣 还在奉耶稣 因为人赶鬼 不可以啦 三十八节 那后来耶稣碰到了耶稣 就跟耶稣讲这件事 那我们的耶稣基督怎么回应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让他用 让他奉我的名赶鬼 没有关系 虽然他不跟随我 因为神的名叫耶稣 那这个名就带着神的权柄 跟能力在里面 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这个十七节的经文 因为耶稣曾经派七十个人出去 传道里 两个两个出去 那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 跟耶稣讲一句话 因着你的名 连鬼都会扶我们 因为耶稣这个名 就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在里面 所以耶稣跟约翰讲说 你不要禁止 让他用 那耶稣他的利论的这个角度是什么 他说 没有人奉我的名赶鬼 又会阻挡我的胜功 所以 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 连外邦人也可以 我们的耶稣也同意 可以奉耶稣的名 再为人赶鬼 那你现在回到俗图星 段十九章 这七个人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命令你们出来 保罗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大有功效 鬼看都怕 那现在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 他们还是犹太人 对不对 他们不是外邦人 因为耶稣说 外邦人用也给他们用没有关系 何况我们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奉保罗所传的 这个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节里面看到 这个鬼回答他们什么 耶稣 耶稣我慢 天上为他来救助 只听着在里面 我就怕得皮皮疼 再来 保罗 保罗来的耶稣的名字 我越怕 对不对 所以他说保罗我也输到 可要保罗来了 保罗来了 奉耶稣生命快算 不要叫红耶稣生命把我们关起来 就没戏唱了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啊 那现在保罗跟这七个人讲什么 奉保罗 你要照照看吧 讲粗俗一点 放一步 我自己去照看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东西 那意思就说 我知道没在怕你 那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 犹太人奉耶稣的名 在为人赶鬼吗 那为什么鬼不怕 你看十三节 十三节 因为这几个人是 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他就真的说 有个信价 哪在庙里面 你作庙公 那意思你知道 奇怪 这个正义宿教的信徒 都已经授习过了 奇怪怎么在庙里面 在那边拜偶像 在那边服侍偶像 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 这是魔鬼赶动 他们现在要漂白身份 要奉耶稣的名 冠鬼 黑道要变白道 哪有那么简单 黑道能有帮你耍 所以这个时候 魔鬼就讲了这句话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那你们是谁呢 那十六节以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一些 这七个人 魔鬼就怎么样 就灵弃他们 所以圣经记载说 其中有两个人 被鬼跳在身上 然后刺着身子 受了伤 逃走了 神跟保罗同工 用耶稣的名赶鬼 索金为勤都可以赶鬼 功效非常大 表述神同工 那这七个人 也受控耶稣的名 要赶鬼 结果他们受到伤害 神一点都没有 跟他们同在 好 请问 这世间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 来看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来看保罗所说的 一句话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请看二十节 跟二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十节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这里不是说金器 比较贵重 就是说 有各种不同恩宿的人 那用金器 表示恩宿大的 用银器 那么表示恩宿中等的 那木器瓦器表示说 好像领一千的 比较不具备有神赏 是那么大的恩宿的 那这一些器皿 能够成为贵重为神所用吗 先打一个问号 金器是我们观念当中 觉得黄金很有价值 那金器可不可以去做马桶 有没有听过 有啊 好几个人说 赢金器去做买烫 装的是什么 排泄物 对不对 现在在这边 我看 这个是什么 瓦器 对不对 这个呢 木器 可是他们可以跟我们 在圣殿一起敬拜神 他们也可以听神的道理 那跟那个装排泄物的黄金 比起来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贵重 我们的宝罗他是说 金银木瓦 教会有各种不同恩宿的 那是木器也可以成为贵重 瓦器也可以成为贵重 不一定是金器 那什么人能够成为贵重 什么人能够成为卑贱 重点是21节 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何乎主用 一个圣洁的人 他才能够被神所使用 所以保罗他说 你要什么 你要自觉 你要自觉 然后脱离那些卑贱的事 所以我说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得到神的同工 在整个服务的工作上 怎么样能够去感受 怎么样能够去知道说 神跟我们同工 当然你要具备的条件就是 我们的圣洁性 神有没有厌重 如果你的圣洁性是够的 我看就业圣经 有一个人物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就业圣经这个人物 我们来看这个 类王记下的第二章 类王记下第二章 第九节 第九节跟第十节 我们来看以利沙 以利沙这一位宪主 当以利亚要跟他分别的时候 那么第九节他就告诉以利沙 我觉得这个老师不错 这个老师对学生说 说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我不要老撇步 我们经常在小圈 那些人物有一个叫做 蜘蛛包 不可以扮 一扮你就不可以了 什么叫做蜘蛛包 后来蜘蛛包 说就是这个天 如果烧红的时候 你的手千万不能去摸 说这叫做蜘蛛包 听到懂意思吗 这个是樊讽刺的话 那个铁烧的 这个变成说红色的 你敢用手去摸吗 对不对 不要再呆了 不要再呆了 对吧 说天子烧红的 烧红的时候 你不要用手去摸 大家都知道 意思是说不用老婆 老这个不不好 这叫做蜘蛛包 彩虎的火红色的一个讲法 那这个以利亚 它是很好 说你有什么 你讲 我能够为你做的 我就为你做 那你看这个以利沙 她怎么讲 第九节下半节说 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求神与我同工 胜过你 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神跟我同工的程度 我要胜过老师你 那第四节 以利亚就开口讲话 你所求的难得 这是好话 还是不好的话 难得有两个语书 一个就是说 志气高大 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碰到这样子的人 那一个就是 字面上的语书 困难 你要得到这个 这个你所求的困难 那这里是后面这一个 以利亚波能水 跟他的这个 跟他的这个学生 泼能水 你所求的很困难得到 你也不看看 你老师是什么人 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祷告 三年六个月不下雨 一个人而已 不必有当天 一个人可以在加密山 栗战八百五十个巴黎跟亚瑟拉的贾献书 因为他们要向神献祭 那以利沙还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怎么样 祭坛全部都泼水 泼到那个祭坛旁边的水沟水都满起来的 一个人祷告 神还是降火把祭物烧掉 一个人不必要帮手 再来 一个人祷告 那个一片云 好像手长那么大下来 对不对 天象甘霖 好像现在台湾就很需要 对不对 都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能够为神成就这么大的成像 你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感动 这个第九节里面说 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求神加倍与我同工 不然你不是伤伤的人 对不对 你剩下半个人而已 一伤作圣钢 你就想要笑我 我是全人一个人出来做 所以后来 帝书节 以利亚是跟他泼冷水 但以利亚讲了一个条件 以利亚讲什么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早 不然就得不早 什么意思 他的属灵的意思就是 你的圣洁有被神厌重吗 你在神面前的圣洁 我们的神决定要不要与你同工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属灵的解读的产生 因为在旧位的时代 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的面 因为人都是不圣洁的 我举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 创数记三十二章三十节 我们电脑做一下 雅各 雅各跟神在雅伯河 雅伯的渡口摔跤 那后来雅各问他说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不跟他讲 你不必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后来雅各把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 叫匹努伊勒 那匹努伊勒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神面对面见了面 竟然神没有驱走我的生命 因为旧位俗代他们认为说 我看到神的面 一定性命要上书掉 那更明显的一个例子 我们请电脑再打一下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 我们讲摩西 摩西他为神工作 那深深得到神的信任 所以摩西他曾经有一次 很大胆跟神要求说 希望我能够看见你的荣耀 就是神你出来 面对面我们可以见个面 那我们的神告诉他说 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 神讲的 因为看了我的面 就必定要死 没有人是完全圣洁被我认同的 所以后来我们的神 就跟摩西讲说 可以啊 我从你前面经过的时候 我的手就遮住你的眼睛 那等到我过去的时候 我的手放开 你就看到我的背 看到我荣耀的背 我的脸你没有资格看 因为看到我的脸 就一定要死完 那后来参孙的父母亲 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再打一下 《四数记》十三章二十一节 这个参孙的爸爸叫马挪亚 那参孙即将被神安排 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首先透过天使 去告诉参孙的父母亲 父亲叫马挪亚 那后来马挪亚他讲了一句话 22节 马挪亚对他的妻子讲说 我们的死 要看到神 所以这个是就位的一个观念 神是完全圣洁 全然成圣的 我们人没有资格见他 那要见到神 一定要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没有圣洁就见不到天上的神 所以这个以利亚 告诉以利沙 可以啊 你如果看到神来接我 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神 是我们的神 庆祝要来迎接他回天家 那后来圣经记载 我们的神用火车火马 把以利亚接回去 那神来接我的时候 你能够眼睁睁的看到 我被接回去 你又不会输 我告诉你 神绝对跟你同工 那就是说 你的圣洁是被神承认的 是被神认可的 因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 那以利沙圣不圣洁 因为被接 他的老叔被接回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内网记下 第二章的这个十一节跟十二节 以利亚她是眼睁睁的 看着她的老叔 那么被神迎接 回到天上荣耀的家 她的生命得到保存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非常非常羡慕以利沙 被神同工的那一种程度 我讲一个比喻 那个柯叔叔 你开工程嘛 有支票吗 有 拿一本空白支票 没有啦 你有支票 不管财富 你就可以拿一本支票 如果都回到好 拿来核丹团堂这 核丹团堂这 可以吗 我开五百万 你要对签五百万 我不问你 我开两千万 你要对签两千万 没有 不认识 生肝需要 你哪说不认识 那哪里 那哪里 大家多散 财富都要丁 没钱 四家都没钱 你看彰化教会 这么大的教会 也要四处募还 这修高财要怎样 好啦 拿一本那支票 如果回到好 要放我这 我开多少 你对签多少 你说不行 我认识不够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因为神对以利沙就是这样 以利沙做什么事情 都不必问神 都不用问 因为他们就位俗代 就是有什么 要出去战争 先求问耶尔华真神 这一次出去战争 能不能够得到胜利 神你要跟我们同工吗 要不要把敌人 交在我们手上 是不是 神说 好啦 他们才敢去 都透过先祝 先去求问神 到底要怎么做 那以利沙行神奇 通通不必 好 举一个例子 你自己看 比如说他行的 你看《列王记》下第二章 十九节 这个 以利亚升天之后 那么以利沙所行的 第一个神迹 就是把耶利哥城的水 用盐 把耶利哥城的水 以盐制恶水 那你看一看 十九节以下 这个耶利哥城的水不好 牲畜人 喝的 那个去浇灌了 生命都断绝掉 人死 情生死 植物不到 不到起 就落国了 不熟就落了 生命全部断绝 非常好 那大家就来找以利沙 你看二十节 那以利沙就怎么样 有没有问神 不要开始下指令 拿一个新瓶庄园来给我 阿佩拿来给他 二十一节 以利沙走到水的原地 水原地 那么把原倒在水中 然后再叫耶稣出来背书 不不不就叫耶稣 叫耶和华真神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住好了 这水好 这个水好了没有 好了 有没有问神 从经文里面看不出来 反正我就是下指令 我就是做 纸表开出来 这张纸表多少 你知道吗 我去查当时 一类割层有多少人 那圣经节家提供的数据 最少是150万 最多提供是400万 我不知道 对一个数据够定 好 假设100万就好了 你说这张支票 值多少钱 让100万人能够活命 还有牲畜 还有他们的植物灌溉的水 这张纸表 五百亿还是五千亿 我常都不止这个数据 那你看下去 后来以利沙在行神基地 你看第四章 《猎王记》下第四章 这个他有一个第四章 以利沙为离户行其事 他一个学生辞掉了 这个学生一代有到不扣处 老整个小孩 老人太太 黑黑窜 所以这个圣主人员 如果不会理财 也是很麻烦 留了一屁股在 这个太太就很痛苦 你看 从头到尾 都是他在下主令 从来不问神 都不用问 不够厉害 所以以利沙她的一生 那我的重点是看第四章 第四章的 第九节 这个苏念的妇人 她跟她的丈夫讲说 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我不知道以利沙什么 什么去表现她的圣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圣洁是 这个苏念的妇人可以看出来的 所以她为苏念的妇人祝福说 妈你这个时候 给你生的父亲 这个苏念的妇人说 好了 不要这样给她去片 你看她有没有问神 你注意去看 以利沙所行的神 你都不用问神 反正基表带来 撒在那里就出来了 神说OK OK OK 每张都对线 只有一张不对线 只有一张不对线 哪一张不对线 四张 你看第四张的这个 二十八节以下的经文 苏念的妇人 她的儿子数掉了 只有这张支票不对线 以利沙一样 不问神 直接就下属令 基阿西来 来干什么 拐杖拿着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孩子就会活的 结果基阿西一做 孩子没有活 对不对 那我们申宣 我们教列王纪上下的老师 就出了一个 年终的 这个一道题目 这个题目会了就及格 这个题目不会就当掉 请问为什么就这样 为什么以利沙一生行述 神都OK 不必问神 神都兑现 只有这张支票 神打回票 不对线 你告诉我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我们老师说 Open Bible 你可以看圣经 参考出去 换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们 我们这一期有八个 六个男生 两个姐妹 敬慧芳 是我们这一期的同学 还有一个是 陈美慧传道 八个人 她说 你们八个人答案都一样 也没有关系 表示你们作弊 对不对 大家互通信息 八个人答案都一样 也没有关系 结果就全部 不结果就全部当掉 明年再来 结果答案 我们想了很久 查考很久 然后这个参考书里面 能够抓到的 都把它列上去 结果昏回来 每个人都 零魂 没有人写对 不过老师也很好 后来让我们补考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 这一件神机 不是与丽莎去行的 是透过谁 透过她的学生 她的一个 一个门徒 叫基哈西 我们的神 没有成就 那后来你看 述章的 三十二节 是基哈西 她亲自去出行 这个租票就兑现了 神跟以利沙同工 不跟基哈西同工 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问题的关键 你可以看 列王记下第五章 二书节以下 因为基哈西 她心中有贪的欲望 那背景你自己去看 而且又讲谎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看诗篇 十九篇 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 诗篇十九篇 十二节 一个不圣洁的人 我们的神是 没有办法跟他同工的 没有办法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 谁能输到自己的措输呢 愿你赦免我 隐而未见的过错 求你拦住仆 不换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 瑕疵我 我便完全没犯大罪 那基哈西就是 内心里面 他有罪的冲动 欲望 罪隐藏 在他的内心 媒介点没有出来 不会显露 那现在媒介点来的 因为他看到钱财了 这个罪就显露出来了 连这样神都不跟他同工 所以我强调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晓得 我们不是圣人 不过你要追求圣洁 往圣洁的角度做追求 我们的神才能够与你同工 这个是神在我们服事工作上 祂告诉我们 跟我们同工的 绝对真理的条件 那么我讲到第七点 那么第七点我要谈的就是 我们一个做圣工服事神的人 那么到底我们能够从神那里 得到什么赏识 很简单 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事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事我 我互必尊重他 两个 我在哪里 服事我的人也跟着我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 在天堂 在天上荣耀的宝座 那一个服事神的人 他的得救是有把握的 我不是只有灵修 我灵修主义我还会进入圣工的服事 那耶稣在哪里 服事他的人就在哪里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的服事要有我们刚刚所讲过的 这些真理的规模在里面 不是按照我欢喜 我认为 我就敢于这样做 那你输去了真理的原则 那当然 我们就违背了神的真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程序 可是耶稣说服事我的人 怎么样 我在哪里 那个人也要在哪里 第一个赏述 得救有把握的 第二个说我父必尊重他 那这个尊重 我去看他的原文叫做 评估的尊荣 经过我们的神评估之后 给他尊荣 去估算过之后的净重 所以两个评估后的尊荣 第二个估算后的尊荣 就是说你做的圣工 我们的神都在给你贴 用圣盘子来你算 那将来你到天国 不是得救 因为将来我们到天国 说按照我们所做的圣工 那么被神估算之后 那我们能够把做工的果效 带到天国来得到神 给我们的荣耀 不是只有地球而已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他讲的是什么 星有星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日有日的荣光 那是讲到将来在天国的赏识 是不一样的 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们的神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在诸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 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他们的 所以耶稣基督 他完成了世界上的工作之后 他回到天上荣耀的宝座 他带两样东西回去 请问大家要带什么东西 回去见天上的神 五百万台币 是不是 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带两样东西回去 哪两样东西呢 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四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前面 第一节前面叫分离的祷告 不是分离 是耶稣要跟民族分离 所以耶稣向天上的神祷告 他带两样东西回去 一个叫荣耀 荣耀神 那么一个叫做使命的责任的完成 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的责任 我已经完成了 就带这两样 我们也期待大家将来回天家 是带这两样 不是这样 我是对一间公司上述公司的董事长的头衔 这个圣经没有写 神大概不稀罕这些 主希望你带着荣耀神 主希望你带着神托付给我的使命 我已经完全的责任我尽到了 那就带这两样回去 所以第五节 耶稣就很大胆开口向神求 求什么 没有世界以前我们共享的荣耀 现在通通要给我 通通要给我 那最后的结论 就物操所属的仆人 有十个仆人 耶稣差派出去 都给他一顶银子 有些人赚十顶 有些人赚五顶 那这些人回来都得到神 给他们的肯定 我们常常讲说 买到这实在有够有价胆 你看看 这点如果你要买多少 五百块 七十五五百块 你要买 太刺激了 你怎么知道我多少去买 多少 五十块就买到 物操所属 真是 是不是 花很少的代价 能够得到很大的价值性 一定赚数顶 怎么解释 文数没什么样 大家文数都同样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点 就是大家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 都是一顶银子 你也在四点钟 我也在四点钟 但是圣经记载 一样二十四小时 有人用二十四小时 能够成为神祭念的仆人 好像摩西 好像耶稣亚 对不对 可是有人用二十四小时 修行榜山 好像犹大 那到底 这个一定能够 为我成就 多少神的事工 那决定 你是不是神所认定的 物操所属的仆人 我们期待在整个 服势的工作上 我们也能够做到 这样子的层次 那么得到天上真神 所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从圣经所了解 在整个服势的真理上 那么我 整理之后的一个 比较有完整性的 一个圣经的真理内容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求主耶稣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进入服势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真的能够得到神的纪念 请大家一起 拿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들어온 欢迎订阅 支持 欢迎订阅 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 帮助 瓶